大家好 欢迎来到逢诈骗了没 诈骗手法日经月异 几乎让人帮不胜房 我们都该提高警觉 验别各种诈骗手法 以免漏入圈套 现在就透过各式案例及教学 带大家了解常见的诈骗手法及防范招式 一起为您的财富把关 现在大家更常使用网路 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但是网路上并非都是好人 因此我们都需要特别提防网路上的诈骗 就像这个贷款诈骗者 贷款诈骗者会提供超低利率的假贷款 但其实是想借此片的一笔贷款手续费 他们会先说服你付一笔钱 所以会先跟你索取银行存折和提款卡 但其实他们无权担任放款人 他们一拿到钱就会消失 请记住 让人觉得好到难以置信的讯息 极有可能是假的 快点击以下连结 了解更多网路安全的诀窍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提高警觉 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请记得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反诈骗行动 防诈骗了没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